想像一下你目前正在努力的辦公 突然想起醫生講的話 工作之餘還是要偶爾起來動一下 所以你設了一個鬧鐘 讓他們五分鐘想一次 提醒你站起來伸展一下 你不需要一直盯著時間看 只要鬧鐘響了 你就起來活動一下 然後繼續做你的事 在ESP32中 這個鬧鐘就是計時期中斷 如果想要在固定的時間間隔執行特定的動作 最簡單的寫法就是使用Delay延遲 但是這代表CPU必須要發呆等到延遲結束 在這段時間內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 如果我們的程式還有其他任務要執行的話 就會被Delay延遲給耽擱到 嚴重浪費了程式效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ESP32中計時器中斷功能 讓系統在固定時間觸發執行動作 而CPU可以自由執行其他任務 不用一直等待 第一個練習是使用胎碼中斷 讓兩顆LED燈每一秒交替閃爍一次 這是我們這次實驗的電路圖 會使用到兩顆LED燈和兩顆線流電阻 兩顆LED燈的長角分別接到GPIO4跟GPIO16 軟角分別接上線流電阻的上端 線流電阻的下端在一起連接到GND 那我們馬上進入程式碼教學 首先有沒有引入GPIO模組跟Timer模組 設定GPIO4跟GPIO16為輸出模式 變速名稱分別為LED1、LED2 設定兩顆LED的初始狀態為LED1 一開始是亮起LED2 一開始是熄面 接著我們要決定使用哪一顆計時器 ESP32總共有四顆計時器 分別是計時器Timer0到Timer3 要使用哪一顆計時器直接打上去就好了 所以先定義一個變速為Time 讓Time等於Timer0 代表我們要使用Timer0這一顆計時器 接著要對計時器做初始化設定 計時器的初始化程式碼為 TimerInit 花弧 PeriodMode Callback 裡面有三個參數 Period代表計時器的時間 Mode代表計時器的工作模式 在MicroPython中提供了兩種模式 分別是單次模式 計時器只會執行一次 執行完後就停止動作 週期模式 計時器會不斷地以固定間隔觸發 Callback代表的是指定計時器觸發時要執行的函式 當Timer到數完成時 MicroPython會自動執行Callback指定的回線函式 那如果現在要當計時器設定為每秒鐘一次 延續不斷的週期性計時 回傳函數的名稱叫做LEDCallback 那程式碼就要這樣編輯 打上這算程式碼後 接著在計時器初始化的上方 寫下要中段執行的函式 FLEDCallback開碼 在函式中寫下要執行的動作 因為我們要讓兩顆LED狀態反轉 來達到交替閃爍的效果 所以要寫上LEDValue 反向自己的狀態 注意一 千萬不要在中段函數裡加上延遲 中段函數必須要簡單且快速 加上延遲就失去了這個效果 而且還會容易當機 故意二 在中段函式中只能使用全音變速 將程式儲存後按下執行 使用計時器的交替閃爍燈就完成了 可以自己更改計時速度試試看 欸?那我想要在程式進行中改變計時時間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們可以開啟兩個計時器 1號計時器為Timer0 負責控制LED間的交替閃爍 2號計時器為Timer1 負責改變Timer0的計時週期 也就是閃爍的速度 首先我們先定義一個列表 上面有四種時間 Sweet list 裡面有1.5秒、1秒、0.5秒、0.2秒 那為了要指定列表上的計時時間 我們要定義一個索引值 Index等於0 再來要初時化兩顆計時器 在初時化計時器時 要把1號計時器一開始的計時時間 設定為列表中的第一個值 回傳函數為LEDCallback 而2號計時器設定為每5秒一次 回傳函數為ChangeTimer 第一個計時器的回傳函數LEDCallback不做變化 接著新增第二個計時器的回傳函數 先宣告一個全域變數 接著讓Index每次進入中段時 都會累加一次1 再除以列表上的總數 讓縮影值可以不斷的在列表的輪迴 設定一個變數為New Periods 來更新計時速度參數 在中間加入一個Pre 可以看見計時參數的變化 接著將1號計時器停止 再重新初時化計時器 來更新1號計時器的計時參數 儲存後開始執行 你可以看到每5秒後 就會更新一次閃爍燈的速度 你也可以自由更新周期速度來試試看 熟悉ESP32計時中段的使用方法 這次的教學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